7月2日中午,北京石井山万达广场一名女性顾客谢某接到电话通知其核酸检测为阳性 随后石井山万达广场封闭 7月3日,记者在石井山万达广场看到 可以通往商业购物区的所有出入口均已停止开放 有物业工作人员正准备进入商场协助消杀 据北京市石井山区政府官方微博发布 区疾控中心已对谢某在万达广场的活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将初步判定的密切接触者运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隔离观察 在全面消杀并经专业评估后,再确定万达广场对外开放时间 有安保人员表示 7月4日之前,所有工作人员均要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商业区已封闭 但广场南北的四个写字楼入口仍开放 安保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办公楼各区域也已展开消杀 大楼内各公司员工在更加严格的测温扫码登记后即刻进入 昨天都已经全部消杀了一遍 包括地下车库 上面 我们就在地座 我们在后面上班 我害怕,因为我们离得远 我们在办公楼 就是疫情之后,办公区就是办公区 就两个区间没有门通着 我们到万达广场也给同事下来再过来 办公楼入口旁 少数商家也在正常营业 商家表示 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指导下 店铺从2日起已多次消毒 并未接到要求关停店铺的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